在过去的人生中你是否玩过或者看到过这个名为死亡之屋的轨道射击游戏 记得小时候初中刚买电脑时 有一段时间便狂玩死亡之屋一二三代每天猛射僵尸 后来才知道原来死亡之屋最早其实是阶级游戏 几个PC以及家用机版本都是后来才出的 初代死亡之屋是世家公司于1996年推出的阶级光枪游戏 该系列游戏的主要特点便是玩家扮演两名特工 拿着枪消灭成群截队的恐怖怪物 好玩又刺激 最近深查以后才发现游戏主创们居然在每一代情节紧述的死亡之屋系列游戏中 都筛入了一条十分有趣 并且还在推进与丰满的主线剧情 那么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以时间线的排序来讲一讲 死亡之屋系列游戏的剧情 期间还会穿插介绍各个主要角色的背景故事 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延续了二十多年的游戏宇宙 死亡之屋一的剧情起始于1998年12月18日 隶属AMS机构的探员托马斯·罗根接到了自己未婚妻 索菲·李查兹所打来的一通求救电话 他声称自己所在的研究所发生的意外 AMS是一个负责全球范围内刑事调查与情报收集的跨国行动部门 我们故事的其中一个主角 托马斯·罗根便是AMS中的得力干将 此前AMS组织就正在调查罗根的未婚妻索菲所供职的一处位于欧洲的私人研究设施 这一设施是一家名为DNA生物反应器公司 简称DBR公司的财产 据说里面正在秘密地进行某些非法生物实验 其项目负责人是一名神秘而癫狂的科学家库里安博士 总之不知道为什么 罗根的未婚妻索菲便在这家DBR公司的研究设施中供职 而现在他向罗根打来了紧急求救电话 于是罗根便在组织的安排下 与自己的搭档G探员来到了这处位于欧洲的研究所 没人知道G的真名 但在过去的游戏手册中曾提到 G还有着一个名为银色狼牙的酷炫代号 相比性格热情而勇敢的罗根 G探员显得更加沉稳冷静 同时他也是《死亡之巫》系列游戏经常出现的主角之一 当罗根与G在进入了这座洋馆庄园造型的研究设施后 立刻便发现 这里被一些极具攻击性的怪物袭击了 这些怪物有长得像人的 长得像狗的 长得像猴的 长得像虫的 有人天上飞的 地下跑的 水里游的 可以说五花把门 而罗根的未婚妻索菲 也被一只巨大的会说人话的诡异飞天妖怪 给抓到了研究所身处 别无他法的两名探员 他只能深入这一设施查明真相 原来这所研究所的负责人库里安博士 原本是一名优秀的基因学者 他的儿子丹尼尔身患绝症 为了救自己的儿子 库里安博士开始研究打破生死间隔的方法 这时 一个名叫加勒·戈德曼的商人 资助了库里安的项目 并让他成为了DBR公司相关研究设施的领导者 而事实上 库里安与戈德曼 再加上一个名叫刺新的神秘人 他们三个人的家族早在1880年 便成立过一个神秘组织 其目的就是想要以某种方法 进化全人类 所以库里安的研究 既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儿子 也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家族使命 在一番工作后 库里安真的成功研制出了一种名为生物反应器的设备 这种设备能够编辑生物DNA序列 博士利用这一技术救了儿子丹尼尔 之后成功打破生死间隔 掌握了随意操作生物基因方法的库里安 使用生物反应器 制造出了大量极具攻击性的基因编程造物 这些形态各异的生物武器 有着感染其他生物的特点 疯狂的库里安博士 正是想要利用自己这些 包括有各类动植物的怪物军团 来进化整个世界 但在后面的剧情中 库里安却死在了自己的最高杰柱 名为魔术师的人形生物兵器手上 因为魔术师虽然自身肉体能力非常强大 但却并不想成为库里安博士的棋子 当库里安对这个创造物下命令时 他直接便被魔术师所杀 这个boss移动速度极快 并且能够凭空制造出威力巨大的火球来攻击对手 但在一番战斗以后 魔术师还是被打穿的整个研究所的AMS探员 罗根与G给消灭掉了 就此库里安阳管事件完结 并且之前曾被怪物打伤的索菲也没死 事件以后他就与罗根结了婚 两人生下了一个女儿丽莎 一年多以后的2000年初 与罗根一起捣毁库里安研究所的G探员 在意大利某座城市追查着库里安产党的工作 但很快 那里便爆发了又一场基因编程造物袭击事件 并且G也被这些残暴的生物击伤 导致他与AMS总部失去联系 2月26日 另一些AMS探员赶往这座城市 开始进行疏散民众调查世界幕后主使 以及寻找G的任务 《死亡之物2》的剧情由此展开 这一次担当主角的探员是詹姆斯·泰勒 以及他的搭档盖瑞·斯托尔特 在这个双人组中 詹姆斯的经验更为丰富 而盖瑞则是一个新手 当他们二人在城市中寻找着失踪的基探员时 另一个双人组 哈利·哈里斯与艾米·克里斯托 则进行着救援与疏散平民的工作 詹姆斯与盖瑞在当地图书馆发现了受伤的G 此时这周围已经布满各种怪物 决已把自己最近查到的一些资料交给了两位同僚 并让詹姆斯与盖瑞继续追寻真凶 他自己会想办法离开 在之后的调查中 探员们发现 原来此次事件的主谋 便是过去曾支柱过库里安博士的商人戈德曼 此人不仅是某个金融集团的头目 同时也是一名基因编程方面的专家 当库里安博士的势力被罗根与G剿灭后 戈德曼便回收了他的研究成果 以继续进行进化人类这一最终目的 戈德曼认为 肆无忌惮不断扩张的人类 已经威胁到了大自然的存续 因此他通过基因编程技术 创造了一个在他自己看来 强大而完美的生物 打算用来统治人类 并将人类种群恢复到自然状态 这个人造生物被命名为皇帝 皇帝是一个身体呈现半透明状 同时会变形的人形生物 它能够以各种形态来攻击对手 在了解到此次事件的背后黑手以后 詹姆斯与盖瑞直接杀入了 戈德曼所在的公司大楼里 并又一次解决了 被戈德曼从库里安的研究所中 回收并修复的上一代最终boss 魔术师 杀上楼顶的两位探员 最终干掉了所谓的 最完美人造生物皇帝 眼看自己进化人类的计划破产 比较看重脸面的戈德曼 选择了体面的跳楼自杀 不给对方羞辱自己的机会 就这样世界又一次被拯救 死亡之巫2的剧情结束 之后按照故事时间线出场的作品 其实不是死亡之巫3 而是后来发行的死亡之巫4 死亡之巫4的故事时间 发生在二代的三年后 也就是2003年 主角依然是老探员詹姆斯·泰勒 他带着自己的新搭档凯特·格林 又一次来到欧洲 并前往了AMS 在意大利的分部查找资料 因为近几年来 詹姆斯一直都在调查这三年前 戈德曼制造的那场事件的细节 他认为这场磨浪还没有彻底结束 就在这时 一场诡异的地震突然发生 并将两名探员困在了分部地下设施中 被困在地下几天以后 他们等来的却不是救援队 而是一群强行撕开防暴门 发起攻击的基因编存照路 看来詹姆斯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在之后的调查中 二人发现整座城市再次被这些怪物所攻陷 而这场新危机的策划者 居然是三年前跳楼自杀的戈德曼 原来这个疯狂的野心商人 在自己死前 就已经预先布置好了三年后的新一轮进化程序 他所加入的神秘组织按计划 开始了又一次的攻击行动 戈德曼除了当时打算用来统治人类的完美生物 皇帝以外还培育了另一只代号为世界的 究极人造兵器 这几年来 世界都一直被隐藏在 戈德曼公司废弃大厦的地下发育成长 这种具有昆虫特征的人形基因编存照物 能够使用兵系能力攻击对手 死前的戈德曼相信 就算AMS的探员们能够击败皇帝 但面对可以不断进化的世界 他们也将无能为力 并且伴随着此次基因编存照物 袭击而来的还有着导弹威胁 戈德曼的组织 不知道从哪搞来了核导弹 将会在一小时内对全人类展开核攻击 之后有着冰冻能力的世界 就能够让人类文明保持在原始状态 防止大自然继续被破坏 这便是戈德曼为人类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后来的战斗中 詹姆斯与凯特虽然成功阻止了核导弹的发射 但他们却无法击败不断进化的世界 并且詹姆斯也在之前的战斗中受了重伤 最终他以牺牲自己为代价 自爆杀死了世界 《死亡之巫4》的剧情结束 之后在《死亡之巫4》的隐身游戏 《死亡之巫4》特别版中 我们得以知晓凯特的命运 在詹姆斯牺牲以后 凯特独自在充满各种怪物的城市中穿行 尝试撤离 这时他遇到了AMS老前辈G探员 G查到在离此不远的一处秘密实验室中 还有着敌人的残余存在 他们必须前去将之消灭 于是凯特便和G合流开始了新的战斗 二人也是成功将那里的秘密实验室捣毁 特别版的最终boss 是前几代出现过多只的魔术师 这一次他也再次被击杀 在格德曼的计划全都失败以后 他的研究成果被组织中的另一位成员赐新所回收 以继续进行人类净化计划 紧接着死亡之巫4的一作 便是死亡之巫星红黎明 这次担任主角的双人组 是已经成为AMS老探员的凯特 带着在前作牺牲的詹姆斯的弟弟 新人瑞恩泰勒一起执行任务 虽然游戏一开始显示的时间是20XX年 但后来凯特也亲口表示 星红黎明的故事是发生在四代的三年后 在2006年6月12日 凯特与瑞恩根据一些消息 追踪着那个神秘组织的线索 来到了一个庄园晚宴之上 进行卧底与情报收集工作 结果在这时 这座庄园的主人被称为刺新的邪恶怪爷爷 对来宾释放了自己打造的基因编程照物 他也是此次AMS探员们的目标 刺新便是目前所知的神秘组织中最后的一个成员 另外两人库里安与哥德曼都已经被AMS探员所铲除 而之前AMS原本认为刺新已经死了 因为这个老人早前曾身患重病 现在看来情报并不准确 凯特与瑞恩在对庄园的探索与调查中了解到 回溯了过去同僚们基因编程技术的刺新 使用这些科技治好了身上的疾病 如今他就也开始了自己的进化行动 该计划被称为洛亚方舟 而洛亚方舟计划的一部分 便包括了一个大型基因编程照物 月 当刺新激活了自己的照物以后 这个名为月的植物状巨兽 就开始吸收庄园周围所有被感染的生物 并依靠这些养料快速成长起来 先是手臂 双腿 最后月还长出了一对巨大的翅膀 能召唤出风与火等元素来攻击敌人 不断成长的月 很快就完全免疫了AMS探员们枪弹的攻击 正当凯特与瑞恩束手无策时 他们突然注意到了头顶的天空中正电闪雷鸣 看来一场风暴正在靠近 于是瑞恩在一座塔楼上抓起一根金属杆向下跳去 将之插到了月的老门上 随即便引来天雷 将这个不属于自然界的人造物直接给劈死了 AMS又一次捣毁了神秘组织的计划 但这次作为幕后主使的刺星并没有死 他悄悄逃离了庄园 并计划在未来的日子中继续自己的进化人类之路 发布于2018年的死亡之屋新红黎明 就是死亡之屋系列的最新作 感觉上的话 接下来的正统续作应该会继续跟着这条主线推进 讲述刺星的残余组织是如何将整个世界摧毁的 是的 其实在死亡之屋3的时间线 便是系列游戏剧情发展最前沿的2019年 在死亡之屋3的背景中 各种基因编程怪物已经肆虐全球 人类文明瀕临崩溃 距离1998年发生的库里安洋管事件已经过去21年 如今是大灾难后的末世 因为某些目前还不得而知的原因 神秘组织成功使用基因编程技术 击垮了旧有世界秩序 过去数次击破这些阴谋的AMS部门也已解散 人类即将消亡 但人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 这其中就包括了初代事件经历者 同时也是前AMS得力干将的托马斯·罗根 根据情报 罗根带领一队人马呼吸了位于美国某处的一栋废弃建筑 因为这里有可能是神秘组织的据点 在调查以后 罗根的队友发现这里果然是内有乾坤 其内部是一个名为EFI研究设施的基地 而里面更是充斥着各种改造怪物 一番战斗以后 罗根的部下在怪物们的猛攻中全灭 他自己也被打伤昏迷 就此与外界失去联系 两周以后 罗根那个已经20岁左右的女儿丽莎 与另一名前AMS资深探员G 来到了EFI设施大门前 打算深入其中找寻失踪的罗根 在一路杀入这处据点后 丽莎与G成功在基地的核心位置找到了罗根 原来当时他在被敌人打晕以后 得到了一个人的帮助 之后一直都在安全地带休养 那个救下罗根的人 便是库里安博士已经长大的儿子丹尼尔 我们之前曾说过 库里安开发生物反应器的一个原因 便是为了拯救自己身患重病的儿子 后来他也确实依靠基因编程技术救活了丹尼尔 但博士进化世界的目的却迎来失败 自己也被造物魔术师所杀 当时AMS的探员们不知道的是 在洋管事件后 库里安的尸体以及他康复的儿子 被组织秘密转移到了这处EFI设施中 这具尸体被用来作为了代号 命运之轮的生物兵器开发材料 经过长达19年的改造以后 库里安博士以全新的样貌复活了 并准备继续完成自己毁灭全人类的计划 命运之轮看起来就像一个由金属所打造的人 他有着能够控制电的能力 并能够使用一个环绕在自己周围的大轮子来抵挡攻击 而这20年来目夺了自己父亲变为如此非人模样 外面的世界也因改造怪物的肆虐而毁于一旦的丹尼尔 早就新生反叛 所以他才救下了前来调查的罗根 最终丹尼尔决定彻底弃暗投明 和这些正义之士一起 拿起现弹枪大意灭清 狠狠地打爆了自己已经变为命运之轮的父亲 《死亡之巫3》的故事就此结束 但这个世界依然没有被拯救 组织继续在暗中活动 制造着更多恐怖世界 人类文明持续衰退 在三代的其中一个结局里 还能看到一直没有被抓到的组织领导者刺新 前来回收了遗留在EFI设施中的科技 这也就是《死亡之巫》系列目前所发展出的剧情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 三代以后的四代以及《星红黎明》 实际上是倒回去 再补充二代和三代之间的空白 也就是刺新到底是如何将世界拉下火海的 所以感觉新作可能也会接着《星红黎明》的剧情来编排 在前几年的采访中 一直负责该系列开发工作的游戏导演 小田农志曾表示 制作主是希望再开发三款新的《死亡之巫》游戏 并尝试加入一些FPS游戏的特性 让阶级玩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地探索某些游戏场景 同时如果有可能 小田农志也想要直接开发一款真正的《死亡之巫》FPS游戏 其实要在阶级光枪射击游戏中 设计一个吸引人的故事是有一定难度的 在嘈杂的阶级厅中 玩家不能像在PC以及家用机上一样 集中注意力 阶级游戏需要每时每刻都有刺激点 游戏节奏必须很快 没人想要停下来看太过漫长的人物演出 所以大量因素都需要在制作时进行考量 而《死亡之巫》的剧情 居然可以做到在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上 还比较连贯于有趣 这或许也是这个系列成功的一个原因 很期待《死亡之巫》新作的到来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全部节目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